相信大家晚上睡觉时都会做梦 如果梦可以制作 你希望得到一个什么样的梦呢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博尔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部 获得第四十世界 动画阿妮奖 最佳真人电影 动画效果提名的 奇幻冒险电影 圆梦巨人 生活在孤儿院里的小女孩索菲 到了晚上大多数人都睡着了的时候 索菲认为魔法时刻是凌晨的三点钟 所以索菲把时钟调到了凌晨三点 她特别喜欢在午夜 的时候躲在被窝里偷偷的看书 这时候她听到外面有动静 索菲发现了 跌倒上了一个巨大的手 好心忍巨人知道自己被人肚子发现了之后 惊慌失措的直接把索菲抓走了 好心忍巨人拎着索菲一路狂奔回到了巨人岛 回到巨人岛之后的索菲看到巨人在磨刀 害怕的索菲想要逃跑 好心忍巨人发现想要逃跑的索菲 直接把她放到锅里 害怕的索菲请求好心忍巨人不要吃了她 好心忍巨人 笑的笑句是剁着她的大鼻子刮 她告诉索菲有吃人肉的巨人 吃骨头的巨人 吃小孩巨人 各种各样的巨人 警告索菲不要狮子逃跑 为了打造索菲狮子逃跑的想法 好心忍巨人趁着索菲睡觉时 制造了一个噩门给索菲 索菲梦到了自己逃跑的时候 被一个吃人肉的巨人吃掉而惊醒了 才发现这是一个梦 大早上的好心忍巨人跟索菲相含甚欢 喝着绿色的泡泡 往下冒的水 哭哭哭的放着绿色的屁 结果吵醒了坏巨人 坏巨人闯入了好心忍巨人的家里 他便把藏在大鼻子刮里的索菲吃掉 幸免云难的索菲满身大鼻子刮连眼 好心忍巨人把索菲带到了他的梦境之地 梦境索菲清理干净 拿出来了一对旧衣服给索菲穿 看到索菲身上穿的红色外套 似乎想起了什么往事 好心忍巨人带着索菲去到他的梦园之地 他们一起抓住了一个美丽的梦 好心忍巨人给他命名为索菲的梦 就在这时索菲抓到了一个红色的梦 红色的梦意味着是可怕的梦 好心忍巨人看到索菲抓到的噩梦吓了一跳 抓着红色的梦把他关起来了 好心忍巨人带着索菲去给人类兴趣美丽的梦 把美梦吹给正在熟睡的人们 在回去的路上遇到晚上出来觅食的坏巨人 这时候好心忍巨人发着索菲的小毯子不见了 索菲说小毯子应该掉在了巨人岛 知道毯子掉在巨人岛的好心忍巨人害怕极了 把索菲送回了孤儿院 因为他害怕索菲会被坏巨人撕掉 他认为索菲跟他在一起不安全 索菲怎么也不愿意 好心忍巨人说出了以前也有那么一个小男孩 因为坏巨人们 他永远失去了那个小男孩 因为索菲说自己不害怕 他认为只要把坏巨人赶走就好了 然而好心忍巨人还是留下了索菲 独自离取了 独自在孤儿院的索菲 相信好心忍巨人能听到他说的话 从窗户往下跳 就在这时好心忍巨人抓住了索菲 对于如此坚持了索菲 好心忍巨人只能把他带回了巨人岛 此时大坏巨人捡到了索菲的小毯子 跟着上面熟识人痘子的味道 知道了好心忍巨人一定藏着一个人痘子 带着所有的坏巨人来到了好心忍巨人的山洞里 找索菲 他们肆意破坏好心忍巨人的东西 在洞里翻来覆去的找 一张紧张的追逐站 开展开来 眼看大坏巨人就要抓住索菲了 人无可忍的好心忍巨人 拿起火爆开始反抗 把坏巨人们都赶走了 看到墙上挂着英国女王的画像 索菲似乎有楼足矣 看着满地囊截好心忍巨人 心情特别低落 索菲看到心情不好的好心忍巨人 夸他朗诵特别好 一向英语吐字不清了好心忍巨人 瞬间就开心起来了 就在这时索菲提议 要去找英国女王帮助他们赶走坏巨人 索菲让好心忍巨人知道一个关于坏巨人吃小孩的噩梦 把噩梦吹给正在睡觉的女王 然后他们出现在皇宫里 让女王知道这一切都是真的 皇宫里的人从来没见过巨人 看到约8米高 巨人都很惊奇 女王知道失踪的小孩都被坏巨人吃掉了之后 可以帮助索菲的计划 女王热情的困赖了索菲和好心忍巨人 给好心忍巨人准备的餐桌都要搭着梯子 才能把食物放上去 从来没有吃过人类米吃的好心忍巨人 很开心 还邀请了女王以及将军们喝绿泡泡水 喝了绿泡泡水的大家都忍不住 扑扑扑的放着绿色的屁 而且威力都特别的大 吃饱喝足了之后 军队就开着战斗机 跟着好心忍巨人一路来到了巨人岛 好心忍巨人是军队在外面等候 随后好心忍巨人打胜给坏巨人们 知道一个无法原谅的噩梦 换取坏巨人的惨悔 想到这一切就要结束了 但是好心忍巨人还是有一些不忍心 索菲趁着好心忍巨人不注意 是把噩梦带到了坏巨人身边摔摔了瓶子 噩梦进入了坏巨人们的梦乡 但是有一个大坏巨人是清醒的 他想要把收费吃掉 好心忍巨人救了收费 就在大坏巨人想要抱着好心忍巨人的时候 军队自己出手了 军队用战斗机把坏巨人们都抓起来 把他们带到了一个荒岛上 这个坏巨人抠下了大鼻子瓜椅子种子 以后坏巨人再也不能吃人豆子了 从此收费和好心忍巨人都可以开心的生活 生活不如意的事情比比皆是 重点是我们要勇敢的去面对 没有什么事情是过不去的 办法总比困难多 好了电影到这里就结束啦 感谢支持关注 么么哒